农水署花馆处针对南区着西乡扩大灌溉服务计划 经古丰村轮天部落争取之下 农水署完成初步调查之后首次召开说明会 获得部落极高的公式 接获部落主任陈勤争取 并且针对轮天达法西区域资源扩大灌溉服务可行性 农水署花馆处初步现刊调查水资源后 立即召开说明会报告说明 那我们会来这边建议来跟大家讨论 就是西乡部公司来这边跟大家讨论说 我们这些灌溉需求 那因为以前这个地方不是水利会的灌溉辖区内 范围内 但是我们改制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打理推动这个灌溉扩大服务的部分 那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聆听大家的需求之后呢 选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示范区的地区 然后分期的主要来改善这个灌溉系统 达法西上游及水区辽阔水资源 以及地下浮流水丰沛 村长以及部落头目也关注现有 蓝沙坝堤设施的强化 建议农水署能正视 如果说满足比较困难的部分 应该我们就还是满足比满足夸面好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部落也是没有什么意见 希望赶快出的这个赶快动 农水署强调 轮田扩大灌溉服务计划 依照达法西流域地形优势分两个系统 预计复更灌溉5到60公顷的农地 部落族人也乐见其成的同时 提出水源头 同时也是民生用水源头 未来应该避免用水进壳的问题出现 另外部落齐老指出 日据时代引用达把锡灌溉盖 饮水隧道水浸入遗址等等 建议优化供水效能的同时 保留旧遗址设施 朝水浸观光休闲产业来发展 因为以前的水浸 你够挂开到这个农田溪头 到哪里 到溪头 到这边吗 你说这个有走隧道的那个骨水浸 有送到这边来就是 我们就后面就有 OK OK 所以以前就动水浸 修学农业 之类的农业方案 经过一个小时的讨论意见交换 双方也达成初步共识 对于计划的推动也高度支持 以及期待 农村鼠花馆处与部落族人 及其老决议将在六月底 全面线刊盘点 评估水资源 旧水浸入遗址的探勘 以及未来水浸管路线 用地厘清调查等作业 加速整个计划的规划执行 记者十一预览 昨季采访报道 提到 为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协议